早安 直播室裡有公民黨的梁家傑 早安 早安 我要稱讚梁家傑 今早邀請兩位嘉賓 三位嘉賓的本來 梁家傑和民陣的孔令如 兩位上來 天寒地道 但梁家傑都很準時坐在直播室裡 孔令如可能交通各人安排 暫時還未到 我們等待她的時候 辛苦了 教過明天的遊行 為什麼請梁家傑和孔令如 其實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標誌 2003年的《反23條》 其實梁家傑和孔令如都是標誌性的人物 梁家傑當時 我記憶中就是剛剛做大律師公會主席 沒多久 梁家傑接湯家驊的時候 出來第一個記者會說一些 我們大律師專業的 我會理好很多業界的東西 主要的這些東西 不是搞政治的 類似這樣的言論 當時她這樣說完 外界就很害怕 這個大律師公會主席 這麼快就跪下了 很擔心她不夠勇猛去捍衛人權和法治 結果在《23條》打到來的時候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共產黨也信錯了你 以為你真的 在那時候大律師公會在梁家傑的領導之下 其實都是站得很淺的 同樣孔令如也是 孔令如在發起民間人權陣線 我們有一個50萬人的大遊行 那年時代周刊都有捧了 孔令如是否最有影響的年輕人士之一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都是在2003年的時候 相當的標誌性的人物 今天來到2012年 明天有個元旦大遊行 梁家傑你覺得 今天的氣氛 和2003年那一役有什麼不同 現在就直接殺到你了 其實剛才 我和湯家驊真的太相似了 其實剛才 主持人 我講的那些說話是湯家驊說的 你每年做主席 來到孔令如在一起 早晨 早晨 不 其他他想做主席的時候 我們有擔心 然後你做又是這麼類似的 哪有類似呢 我沒有說我不搞政治 不過事實上 當然做大律師公會主席 當然不是搞政治 我們都是以法論法 在法律的立場來行事 來保衛香港的一個最重要的制度 就是法治制度 不過說回剛才你說的 2003年 和現在的2013年 的元旦十年下來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香港的急速大陸化 那個步伐 這十年來講 一直都是向大陸化發展 而近的這幾年 尤其是梁振英 上了台這半年 那個步伐 是快得驚人 你想想 昨天那些打記者的事情 在香港怎麼會發生的呢 香港人呢 也都 不要說打記者 你在當街 在後裏 任何人都不會接受 怎麼會當街打人的 這些畫面 可能你在內地 那些共產黨群眾運動 拉一派打一派 那些 就會屍兇見掛 最近補調粉青 在深圳的示威 看見這樣打記者 香港的記者 就被人打到豬頭 那樣 那些攝影記者 我覺得現在 明天上街 我覺得 就不僅是說 你不接受大話精 做特首那麼簡單 當然 你為了將來 用一些教育 你當然 不要叫大話精 可以騙回來的東西 代代平安 但是現在更重要 大家看到 越來越清楚 你由 例如梁愛斯10月6日 講話 張曉明發表 在十八大文件匯編那篇洪文 跟著做中聯辦主任 你就會看到 真是現在 原本說 油泡琵琶半遮臉 是用這個 一角來控制 香港特區的兩制之中的特區這一制 那個琵琶也扔了 原本也是抱著琵琶半遮臉 現在就公然來搞 你留意今天那個新聞 昨天 是否謝偉俊上了這個電視 西環契仔 他也承認 他也承認 我看報紙買 我沒有看過節目 不過我看報紙 他說中聯辦是 幫我引見一些人 連他自己都說 中聯辦干預香港實在太過分 我想香港人現在應該看得到 你明天出來走 不單止說要趕走梁振英 爭取普選 你簡直是要為香港 你一直珍惜重視的 那些價值和制度 來站出來捍衛他 說我們不要你內地這一套 這個是重要的 但是在今天來說 其實那個民怨沒有23條的時候 那麼厲害 那麗孔宇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其實梁振英政府應該是 比前兩屆的行政長官更加誇張 因為其實他當選那一天 也沒有當行政長官 剛剛選到那一天 已經有幾千人上街 然後在七一的時候 也引起了40萬的市民上街 那三個月的施政 其實也很誇張 第一有國教 然後有中央政策組 找趙善波來 而近期最經典的 就是竟然委任劉剛華 去做副局長 其實是引起香港人很大的憤怒 我想梁振英政府不知道 我那天也跟家人說 不知道他是欠了他們的什麼 竟然要這樣做 去激起香港人的憤怒 而實在太過分 最近看到其實愛港力這些團體 他們出來的時候 更加赤裸裸 很肉酸地去撐梁振英 而是撐到好像 無論他在做什麼 他在說一句謊 都嫌他說得不夠盡 也很少 昨天在城市論壇 其實也聽到那個市民說得很好笑 他說他如果知道自己簽見 就不會指著 唐英年說他簽見 其實他也很善良 他也很老實 嘩 當堂我們跟記者朋友 每個人都呆了 昨天晚上還好笑 有一個記者跟我說 其實你為什麼要數人 他們隨口說 隨口說 這樣也吹幾萬人出來 你為什麼要數 你這麼認真做什麼 還在騰騰雞雞 每次按下編人 Kate 跟人家報人數 我昨天看到他很特別 那個照澤蘭 他自己說 今天我覺得很多人 我覺得是有幾萬人 那就三四萬 他鏡頭拍著 後來是陰智 他是完全隨口說出來 他不是算出來 是當秘笈 其實我們昨天幾個民陣朋友 我們去了銅鑊灣 去看那個路線 剛剛遇到那個遊行 我們站在那裡一會兒 他們有罵民陣另外的同事 他們說我們給200元 你拿200元來吧 很挑釁地罵我們對攝影機 我們等了一會兒 其實都是15分鐘左右 整個遊行都完了 警察也不再封路 記者說也不少 我說大概多少 記者說輕鬆一點 記者延長數了輕鬆一點 是的 我回到家聽到新聞 難怪記者說 你以後不用收人手數人 要不要逐個跟他怎樣 警方也多給他 警方說是2000多 高峰的時候 警方很寬容 對我們的人數很苛刻 但我真的覺得梁振英政府 他不想再聽這些不同意見 而最慘的是他找很多東西去掩飾 以及掩蓋自己的謊話和惡行 更加看得出 其實這個政府是不會認錯 也不會痛定思痛 為自己過去一些無論他自己遷見也好 施政問題上做得不好的地方去改過 而只不過是想用一些謊言 去掩蓋自己一個掩蓋一個謊話 變成了我們更加覺得 其實這個政府是很無信心 其實元旦遊行不是民陣的一個 連年會搞的活動 但今年其實在11月左右 也有很多團體都覺得 其實我們真的應該要搞元旦遊行 而其實這個政府真是忍無可忍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行政長官 是由一個小圈子選舉產生 所以我更加覺得 其實除了梁振英下台之外 更加要重新再說回 香港市民二十多年來一直爭取的訴求 就是我們真的應該要有個普選 如果沒有普選的話 其實這個政府是無論如何 都不能夠得到我們的信任 也沒有辦法得到我們的信心 其實元旦遊行年年相對比較少人 沒有七一那麼多 以往有些時候幾十人都試過 會不會擔心 兩位擔心明天的人數 真的少呢 我覺得現在我們仍然可以有 遊行集會的自由的時候 香港人一定要珍惜 你不是說好像昨天那樣千能人 是賭到四五萬 那你 說就行 正如李慧尼剛才說 你有傳媒拍到 香港現在還未是北京上海 可以完全操控那些傳媒 所以大家仍然有一個示威遊行的自由和權力的時候 一定要走出來捍衛我們珍惜的這些價值和制度 因為你很難說的 因為現在的步伐快得很厲害 而且好像幾位都說是公然做的 我都說油布皮靶半遮臉的情況已經不再了 皮靶也扔掉了 現在就是公然來踩你的場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如果以香港為主場的人 你看著主場被人踩 你現在仍然是可以 示範表演一下 我們怎樣是和平理性 來爭取我們的制度 得到延續 可以繼續保障我們的時候 你就要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人數呢 我就不會說 太悲觀的 對於明天來說 因為香港人 都是 一直以來我從政八年多 就算還未從政之前 我都看到香港人由八九六四 一直到0371 每一次到關鍵時刻 都沒有令到香港失望 所以我覺得明天呢 是一個都幾關鍵的時候 我就很希望 無論現在聽到收音機的 或者聽不到收音機的 希望現在聽到收音機 打電話去叫親戚朋友 一個拖十個出來 人數是重要的 這個也不要迴避 人數很重要 但是如果明天的人數真的少 沒有十萬人不起北京注意 沒有五萬 孔領員會不會覺得 這樣要接受 因為就算你不接受 對家呢 梁振英政府一定會每天拿著 沒有人來 表示每個人都接受我 我不是六八九 多少香港人不出來 去參加這個反梁振英的遊行 其實會不會某程度 就要在這裡認輸 原來那些人覺得 說謊沒有問題 如果明天遊行少 我想其實香港人不會這麼容易認輸 反國教一役 其實很清楚看到 香港人真的會很努力去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 剛才梁振傑說 我也有點感觸 以往其實 大家都覺得生活在一個 有一點點干預 但不是很誇張 好像被溫水煮一下煮一下 但其實現在水煮到你的腳 其實我想回頭 我搞了七一這麼多年 其實以前搞七一 零三年的時候 真的沒有那麼多阻滯 尤其是警察 來自警察的阻滯是沒有那麼多 零四年開始 都覺得有一點點 好像不太對勁 直到零七年的時候 我覺得很誇張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當時說 如果我們的遊行不完 就一定要終止我們的遊行 因為回歸十週年要放煙花 那年就是梁振傑去挑戰 寶泰那年 是嗎 那時候我們就去了上訴委員會上訴 但後來 你也看到警察 其實開始越來越不容忍 對於這些示威遊行 大家記不記得 在中聯辦門口 你多麼不喜歡長毛的棺材 其實都是一個表達自由 去到那裡 警察一定會弄壞他 一定不會讓棺材到中聯辦門口 後來我們也是透過上訴 成功爭取到 以前也是去到中聯辦門口 你不可以站在中聯辦門口 正正經經地有一個集會請願 後來我們也是一步一步爭取 而警察今次的手段就是 要取替街站 他說了很多次 一定要嚴厲執法 因為以往有些團體 阻礙了街 我覺得街站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們2004年一路建立以來的傳統 是一個民間社會的特色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其實街站本身 具體的作用就是 他們其實都是糾冊的一部分 而對遊行人士的影響 其實被遊行市民看到 香港其實有很多民間團體 他們很努力地在工作 而這個也是建立我們完整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也對年輕人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據我們知道其實街站 所以其實警察透過這些方法 以一個所謂阻礙的理由 而想取替這些街站 甚至是武力去執法的話 其實這是相當危險 將來到七一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有什麼特色呢 除了遊行之外 我們看不到團體的工作 看不到公民社會 所以我覺得 其實香港市民真的要珍惜 現在我們有的空間 我們現在擁有的空間 我們不是一個很自由的空間 我們其實特區政府是越來越收窄 如果你們再去放棄的話 下一次七一遊行 你不會見到街站 甚至我也擔心在未來的幾年 你不會再見到七一遊行 所以其實各位市民 如果你是珍惜香港現在我們擁有的自由空氣 如果我們仍然想透過香港這個地方 去影響中國大陸 令到中國大陸也可以進一步的民主化 其實我們真的要珍惜我們自己所有的空間 而希望明天大家一起走出來 向中央做一次大曬冷 公民黨也會明天繼續擺街站 會 我們在利原山道 得到地政總署和食環署批了 我們會照做 這麼奇怪 警方又說不行 但食環署又批他們可以擺街站 不是我們自己申請的 不是我們自己申請的 但我想說 警方那個密令未去到食環的時候 批了他們早去做 其實我覺得警方 他說那些街站阻街 這件事其實有點奇怪 當然如果真的有一兩個站 特別是霸了整條線 你可以叫它收窄少少 但其實我幾次站在街站 警方是借我們的大聲工 來呼籲人怎麼走 去到哪裡要留意 警方揹著那些沒有我們那麼大聲 所以我們很同意孔令如說 我們某程度上都是糾察來的 而且你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會來立法會探望我們 有時候真的要接觸一下那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 在街站都是一個好機會 今早我們找了兩位 即是當年23條的標誌人物 梁家傑、孔令如上來聊聊天 說明天的元旦大遊行 聽眾可以打來1872881 9時半之後加入和我們一起討論 直播室除了李維寧和梁美儀之外 有公民黨的梁家傑和民陣的孔令如 還有三機旁邊在電話上的曾先生 早安 曾先生 李小姐你好 明天會不會去元旦遊行 我明天都要開工 但是我會心裡支持 心裡支持 但是你自己開工 你叫家人、朋友去 有 一定 為什麼你這麼想 心裡也要去遊行 因為昨天我們看到的電視畫面 那個記者被支持CY的人 在背後 用拳頭 打下去的後腦那裡 就是很清楚啊 拳打下去 這個鏡頭完全拍了 很清楚啊 因為這個鏡頭實在太震撼了 為什麼呢 你支持時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如果是用暴力去 你只是一個採訪記者 應有的採訪態度 只是問你的問題 是不是 我們香港現在不是變成這樣 是不是 我們所珍惜的價值是什麼 是我們要保護一些人 發表意見的權利 CY有人支持 我們要保障這些人 去支持CY的言論自由 但是不是保障去打人的自由 是嗎 如果打人面對面打的 還持有可緣 是啊 如果你在背後 用一個拳頭 在人家後腦那裡打拳 你是很鬼祟 是鬼鬼祟祟 是不是 你支持人 為什麼要這麼鬼鬼祟祟祟 應該是理直氣壯人的 那到他被人抓了的時候 還搖著旗 說我來支持CY的 我是出來遊行的 那為什麼你不能夠 用你的言論自由去捍衛CY 而是要用一步去捍衛CY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所以香港人應該看得清楚一點 好啊曾先生 你明天上班上班去不了 盡你的公民責任 就是叫身邊的人去走 好曾先生談到這裡 接著有王小姐 早安王小姐 早安各位 早安 我昨天好像剛才那位先生說 看到昨天那個畫面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手法 明天這些出遊行的人 一定不要受他挑釁 還有一看到他們就要抓住他們 一定會把他承諸之法 是令人很憤怒的 這些就是共產黨 用人民的力量去反人民 是很恐怖的 現在香港真的 正如梁姦傑地說 毛孟靜真是大陸化 真是大陸化 你看到他現在經常把香港激化的矛盾 就是想你自己人打自己人 老人金是這樣 新界東不是這樣 共產黨是怎麼來的 就是靠群眾無知 你看昨天出來遊行 我不是說那些人無知 你看他們說他們是自殺 黃女士的電話很差 會不會可以 好啊好啊 他們根本大部分都是 喂喂喂 喂喂 可能那個線路有些問題 不好意思 先聽鄭婆婆的電話 鄭婆婆 我是鄭婆婆 鄭婆婆 鄭婆婆 我從7月1日從03年到現在 年年都會去 我今 即是7月1日到03年到現在 我今年 明天 明天會不會去啊 婆婆 去啊 我本來呢 我的兒女昨天跟我開派對 在家裡 所以我看不到新版 我現在回來聽到 嘩 聽到我都很滾 我的兒女問我 兒女你去不去啊 媽媽 我說不去啦 7月1日才 現在等不到7月 我雖然是八十幾歲 都走不出來走 多少歲 八十幾啊 婆婆你 我呢 八十三 八十三 哇 八星更好精神 是啊 我經常通道去的 託賴啦 身體好就好 是啊 我也覺得是這樣 是啊 我經常教人 人走得正 站得正 也精神一點 是啊 好深的人也好一點 我很正義 我雖然是八十幾歲 我和政治的東西 我很熟悉 我連投民主派的意見 好啊 多謝婆婆的意見 明天再穿衣服走 因為冷 但是孔寧瑜 聽黃小姐說 你看到很多的挑釁 鄭婆婆的八十幾歲 都去明天走 其實遊行的秩序很重要 但是今年 其實你想起情況都很混亂 因為首先在早上已經有支持CY的人去遊行 接著也有法輪功的人 或者人民力量的人 也有比你們早上去遊行 他們幾個小時就好像在大坑出發 然後到了三點鐘 才是民陣在維園出發 另外接著又有政府總部 又說有外港力量那些 有集會支持梁振英 很多檔 對一些市民來說 如果我明天 我每年都會參加民陣七一的遊行 我明天也是響應民陣 支持民陣的信念去行民陣的遊行 那怎樣分別為勝呢 這麼多的遊行 我怕走錯隊怎麼辦呢 所以有沒有和秩序可以怎樣安排呢 其實剛才你提到法輪功的朋友 其實法輪功的朋友 他們兩點鐘左右在北角遊行 其實他們會在銅鑼灣等我們 那個遊行隊伍出發之後 然後慢慢加入來 所以法輪功的朋友其實都是和我們一起的 各位市民 其實我們三點鐘 就會在銅鑼灣維園的草地出發 而民陣的斗策會帶著藍色的避章 寫著斗策 而我們亦呼籲所有參加遊行的市民 明天穿著黑色衣服 我們那條帶頭的大橫額 都會是黑色的 如果你們打算在銅鑼灣插隊 而亦不知道究竟民陣的遊行隊伍到尾 你亦可以向周圍街站的朋友查詢 他們亦是民陣的斗策一部份 如果遇到任何問題或有任何需要幫忙 我亦相信街站團體的朋友 亦可以為你們提供協助 但我亦建議 如果避免怕跟錯隊或有亂 其實去到維園的草地一起出發 這個情況就會比較理想 但有少量體 因為今年亦是往年沒有那麼混亂 今年別人在維園另一處 在足球場那裡有公展會 所以已經被迫在草地集合 那裡的地方已經小很多 如果每個人都迫入維園 其實怕不知會失去什麼時候 還有香港人 你看7.1這幾年是學聰明了 很多時候是沿途加入 真的打算在沿途 有時候有些在蘇蠔 有些在鵝頸橋那裡 讓他們加入這個大軍 如果沿途加入的話 大家去看看時間 我們3點鐘在維園草地出發 你可以預約時間 大概3點多在銅鑼灣等我們 我們的遊行隊伍不用黑色衫 還有也可以問身邊街站的朋友 民陣的隊伍到尾 到了就可以一起加入 這樣就不會亂 但是我想其實以往7.1的時候 天氣熱得這麼厲害 都很多市民進到維園那裡 一起參與遊行出發 而天氣涼一點 冷的話 也可以大家迫在維園去取暖 還有也可以一起在維園出發的時候 其實大家的氣氛都會好些 希望各位市民 就像剛才梁婆婆說的 不要被挑釁 而盡量維持理性 還有千萬不要被對家挑釁你 如果一出發生亂事的話 其實大家會想到 最好處的就是梁振英 梁振英政府成功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黑制 不要被他挑釁 而我們也看到過去幾年 其實是警察去挑釁市民 現在他找到市民去挑釁市民 其實這樣是很不著數 也呼籲各位市民 參加民陣遊行的市民 明天記得穿黑色衣服 我們用黑色衣服去標記 我們也看著民陣的大頭橫額 黑色的大頭橫額 我們一起出發 向政府總部 完了遊行之後 我們也會繼續在政府總部有集會 希望大家繼續留在那裡 給壓力政府 給壓力思歪 希望他盡快下台 梁家傑明天怕不怕亂呢 很害怕的 因為我覺得香港一直由0371 這些大型遊行引以為傲 就是我們自發 以及我們是很有秩序 表現最高度的文明 以及市民的質素 但是因為我們實在是 這個自發遊行 搞得太高水平了 所以現在如果你說 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是香港搞亂 其中一個目標 就一定是這些 這麼有秩序的遊行隊伍 所以應該大家都要 響應剛才黃小姐 或者鄭婆婆 他們的呼籲 千萬不要輕易被人挑釁 我們要繼續保留 保持 由0371 一直保持這麼高質素的遊行 不過現在香港的分化情況 如果對比到03年 暫時10年 10周年 其實分化是嚴重了很多 其實根本我覺得 這個是特區政府 難自其咎的事情 因為就算你說回 那時候吳嘉玲案 其實一直現在都是 令到香港社會很大的撕裂 就是你對於一些內地 香港人的內地生的子女 或者現在發展到 就是飯子 就算自由行的人 那種撕裂 其實是令到人很悲哀的 但是你不僅如此 另外就是 譬如你 你說縱援、公屋 東北也是 你是把香港人打香港人 窮人就鬥更窮的人 我覺得香港政府真的很糟 但是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那個認受性 他唯有把你的人分化 拉一派打一派 他才有機會可以行到事 但是這個對於香港整個社會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壞的影響 而且是後患無窮的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我們第一步 先將梁振英請他下台 我們盡快爭取一個真的普選 其實遊行完之後 民陣會不會呼籲大家 繼續留守在政府中部 會 我們接著還會有一個集會 官方就說到10點 但是看看市民有多大的決心 但是我也同意 其實香港人真的要團結 如果我們再中了政府那套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話 我們的社會真的會分化得很厲害 還有那個撕裂的情況 真的令人很心痛 不單止是剛才說中國和香港 或者窮人打窮人 最近那個長者生活津貼都是一樣 其實老人家要求有退休保障 有什麼問題 但是為什麼還要拿了錢去賣電視廣告 然後去譴責那些老人家 就是說泛民主派阻礙老人家 拿生活津貼 然後還有新界東北 新界東北擺明是一個地產霸權的項目 現在又說到好像要一些村民 是為了發展而搬出來 其實這種手法 政府真的做得很絕裂 但又仿刺好像很成功 令到有些人覺得 那些農民是不是阻礙地球轉 阻礙發展 但是你拆人家的家庭 要人家搬出來 整個家園毀了 然後你就說 為了所謂的發展 其實那些就是一些地產行動 記住一句說話 就是他朝軍體也相同 如果我們今天接受這些事情 他朝會不會這些事情 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 到時你又怎樣 其實這些我也是昨天想問 參加外港力遊行的朋友 如果這些問題 真的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拆的那間屋是你的屋 那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這樣支持梁振英政府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子女養的老人家 你等著那些錢去生活的話 你會不會支持梁振英 這個這樣的政府 如果你在大陸生了一個子女 因為人大釋法 而令到你的家庭不能夠團聚的話 你是不是還這樣去撐屍歪呢 真的 當每一個政府的政策 不是辣到你身上的時候 是否刺到肉 你是不止痛 但是今天香港的情況就是 這件事與我無關 我就不理 這件事與我無關 我也不理 但是政府的政策 辣到越來越多的群體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應該要站出來 一定要團結 如果沒有一個民主的政府的時候 這些民生的議題 你根本是不會保障你自己 其實團結是很重要的 不過團結的難度也很高 因為你看到現在 不如對方 其實他不只是明都明槍 跟你有施劍順槍 他也是用很不同的方法 可能有些人假裝是你的同路人 搞破壞 令團結做不到 但無論多困難 最重要是你做好本分 不過我覺得香港人 都是很聰明的 都知道那種陰謀陽謀是什麼 我最後都想再呼籲一次 就是3月23日曾經出來投過12萬白票的人 或者7月1日曾經出來的40萬人 全部都要出來 尤其是你試過去抵抗洗腦國民教育 無論是參加了9萬人遊行 12萬人集會 那些朋友都要出來 因為現在是一個香港價值和制度的保衛戰 不只是趕走一個謊話症那麼簡單 我可以挺肯定 如果當時梁家傑剛才數過這麼多次這些遊行 那些人明天都出來 我想告訴你 這件事一定有改變 大家一定可以改變到情況 千萬不要放棄 2004年元旦遊行有10萬人 是這麼多次元旦遊行以來最多 我們一起留意一下 明天會不會破了這個紀錄 明天拭目以待 明天見 明天 Rickett 明天海 明天